Hello 大家好 今天距離七一 回歸二十五周年 又接近一些 新班子就出來了 名單 接著行政會議 未來的班底大家放在眼前 大家就說對於未來的班底有信心 我想現在沒有民意調查 所以就沒有一個固定的結果 但是我想大家有不同角度的 如果你說有份玩一下建制遊戲那些來講 當然說好 這個肯定就給林鄭月娥那個年代的班子好了 這些說話其實每一個新特首上場的時候 建制都是這樣講的 大家照顧一下 不過平民老百姓怎麼看呢? 平民老百姓如果你是從民意調查 一般的反應就是 哎 你舊那個做成這樣 無論新那個來是誰都好 總之沒有了舊那個先 所以新那個民望一開始的時候 一定高於舊那個的 是吧? 這個是很自然的 外國都是這樣的情況來的 不過現在經歷了二十五年了 是吧? 過去四位特首 好 大家就開始想了 究竟對未來的有沒有信心呢? 我不知道 我亦都沒有任何的水晶球 只不過是反映眼前現在那個的現狀 眼前的現狀就是大家平民百姓的角度 我自己沒有太大信心的 是吧? 好了 我經常說我都與人為善的 是吧? 我都希望新班子 如果你是的起心肝 而不是真是得過且過的話呢 我都寄望你能夠做到 然後 懷人負義天下穴 穴是起穴那個穴 懷人抱著人愛之心 負義 扶持 扶道 正義的事 然後天下大穴 這句話不是我講的 這句話是後漢書《炎光傳》裡面 講出來的 它後面還有一句 不過那句我不講了 大家去找找找 如果我講出來 大家又說 你現在有個潛台詞的了 那我只是講第一句 後那句話 其實如果你不是這樣做來講 你應該很大罪的 那句原話大家自己去找 好了 我經常覺得 如果官員 我覺得你無論坐哪個位 如果你的心 你那個理念 是能夠真是為老百姓著想的話 你就不會錯把奉經作馬糧 奉經作馬糧這個典故 是來自北宋一個大臣 就叫做奉經 他考試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樣 有些很多組版本 就說他要保護自己 有些人說那個考官 看見那個名字 馮經 他看錯馬糧 就是馮治那兩點 就黏了下去 那個經在那裡 就是馮經作馬糧 這個也是典故 就是後人 就把他視為 張官李大 亂禁來的比喻了 所以如果現在的官員 能夠做到 壞人富裔天下穴 不要錯把奉經作馬糧 這樣呢 我覺得大家 在眼前這個形勢裡面 已經阿里陀佛 感恩戴德 你千萬不要再搞到 香港亂了 是吧 這是很卑微的要求 好了 大家就想 眼前現在香港的政策這麼緊 尤其是政治那方面這麼緊 你叫那些官員 怎樣能夠做到 你那種期望 老百姓的期望 都是希望特區政府 能夠多些 平衡一國兩制 多些站在香港人的角度想想 而這些不一定是跟北京對抗的 關鍵呢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官員的理念是怎樣 不過有些人馬上點醒我 你將他們提升到有理念層次嗎 可能未必的 可能 我說不要緊了 思維 道向 究竟思維怎麼樣 思維你可以說高層次 或者低層次 有些人說思維對些 理念是高層次的這樣 好了 眼前來講呢 我都說去到眼前 沒有人敢在這個時候裡面 你說擦天球啊 敢於跟北京對抗啊 理直氣壯啊 以至好言相勸 我覺得現在 政治氣氛 是令到下級官員 是沒有這樣的氣魄的喔 那你說罵不罵他們呢 又不罵得 誰叫你去吃飯啊 是吧 好了 我這裡想說的就是 其實香港過去呢 在回歸沒有多久 都有些官員呢 結合香港實際 這個結合香港實際 不一定是違反北京議員的 只不過是北京怎麼看的喔 好了 講回一些舊的事 雖然你說過去的事 今天會不會發生呢 我覺得問題不在於那個結果 是這一類事件 反映了背後那種的 兩地之間的矛盾在哪裏 好了先舉第一個例 第一個例呢 平民百姓的那些 我先不舉官員那些 平民百姓的那樣 曾經有一次呢 就是台灣 台灣那時候 是不是發生地震的 經常有的啦 百姓九做台北市市長 常常做的啦 地震啦 那台灣地震呢 那很多地方啊 包括香港啊 有些人士都捐款的嘛 說你在大陸 有什麼災情 香港人都捐錢的 好了 那時候呢捐錢給台灣 那有些人呢 就直接捐錢 入台灣那個 淳出的戶口了 結果有人發覺 這個戶口 你不捐得 為什麼呢 你看看 它裏面有中華民國 什麼什麼什麼 陣賽基金 中華民國 你政治不正確啊 所以那些人就說 不可以捐 那後來呢 我只是講這件事 我不講結果字 因為結果呢 不重要的 你重要的就是 那件事為什麼會這樣出現 你想想得寬鬆一些 你都不會出現這些爭議的 所以這個過程思考 鬆緊程度 你對一國兩制那個的掌握程度 以至大局啊 大局啊 我經常講 國內經常講大局意識啦 香港有幾多官員 有大局意識 我所知的大局意識是深度 它往往 包括國內的一些官員 它只是處理一件事 跟著 帶起很多新的問題 如果這個新問題 不是它的職責範圍的呢 它就不理的了 是吧 所以剛才那個例子 對台辦的那些人呢 就覺得 其實你捐錢給台灣去振災 又不是政治什麼 這個可以加強統戰的嘛 那結果呢 這個就自己無端端 內部引起矛盾的 是吧 好了 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香港 後來回歸了 沒有多久 沒有多久 這個問題都不是那時候發生的 反而呢 是這幾年裡面發生的 就是香港有些人呢 要跟外國聯繫啊 那些團體啊 它有回遊信封啊 那些回遊信封呢 回歸的時候呢 很簡單的 就寫明 香港地址 那多數是英文的 香港地址 什麼什麼什麼 那時候的回遊信封裡面呢 沒有 Hong Kong China 就是中國香港 沒有的喔 但是照出去等等 最近幾年呢 開始有人說 這些信封怎麼可以去外國的啊 因為你去到外國是回遊信封 就是在外國呢 就公開了這個信封 那些郵差都會寄出來的嘛 是吧 於是呢 你這樣不行 這些回遊信封不用得 那應該怎樣呢 印過它 或者 你加回 Hong Kong China 但是 中國香港 你們就可以用了 如果不然人家會覺得 香港是一個國家來的 那大家就說 以前都是這樣用的啦 為什麼不可以用呢 那我記得 那些郵政署呢 在回歸初期呢 都曾經回答過同樣的問題 他說 沒有問題的 啊 因為以前都不會寫 Petish Hong Kong啦 是吧 那所以呢 這個呢 這一個也都是反映我剛才所說的 一些思維問題 好了 同樣又涉及台灣的 好了 國民黨前主席 吳白鴻啊 曾經有一次呢 去大陸訪問啊 錢其琛 當時負責對台工作 負責港澳工作 都見過他的啊 好了 訪問完之後呢 他要回台灣 不過 京香港回台灣 誰知道 大陸香港 不能進境啊 在大陸訪問完 京香港不能進境啊 什麼事呢 不知道 另外有一次呢 五百雄 再來香港 那次進到境了 是做什麼呢 孫中山先生誕生 我也不知道幾多年了 不知道一八十週年還是幾多 我不記得了 他來到呢 入到啊 那我就問他了 吳先生 你上次為什麼不可以入境啊 你有什麼事啊 他說 我也不知道的 入到和不入到 標準是怎樣的 我也不知道的啊 我沒有問題的啊 那這一個呢 就算沒有問題 其實這一類同樣的事件 同樣在國民黨其他的政要 我舉個例子 張孝賢 後來改回姓叫 張孝賢 他曾經去過大陸 也都是在大陸 幫台商那些學校揭幕啊等等 他訪問完大陸之後 經香港 竟然進不了境啊 那跟著呢 只能夠去澳門 從澳門 飛回台灣 澳門有飛機嘛 香港也有的 不知道為什麼進不了香港的境啊 這些事例 其實就說明了 就是究竟你那個挑副 其實是視乎你自己本身見識 就是你的官員 或者不是執行官員 你的決策者 你下這個命令 那個人究竟是香港的 內地我就不知道 總之我是指決策者 你的見識和你的膽識 這兩個識很重要的啊 那如果你的見識不夠呢 我又舉一個例子 又是跟台灣有關的 就是經常說用香港用台灣示範一個兩制 結果越示範就越和 另一個例子呢 就是有一個人 他來香港活動 那沒有問題啦 那就是從台灣過來 活動完就走了 誰知道 有關方面後來發覺 這個國是民進黨人來的 而且來到香港 後來有關方面 他覺得有古怪的這個人 他釘著了 但是他來了又走了 算了 那下次呢 他再來香港呢 結果 不給入了 就是那個 不接納他那個申請了 那一下 原來他那時候 這位人兄呢 已經在台灣公開 退出民主黨 然後 去大陸訪問 結果呢 又不可以來香港 這些呢 其實就是看你那個 資訊 可不可以夠更新的 就是跟得很足 所以現在呢 有些官員就說 不要了 凡是涉及到這些 問一問有關方面 所謂有關方面 就是 當然是涉台工作的人 問香港還是國內呢 那如果現在外國人 他們來香港的時候 入境處呢 自然是會有一定的標準的 但是又會不會 有些人額外加一些標準 喂 問一下外交部 駐港特派專員公署 行不行啊 這樣 我不是說 所有案子都是這樣 但是 大家你會發覺 喂 外交部的專員公署 如果你是這樣做 他都覺得煩啊 是不是啊 這些是你自己 香港自己 你自己拿來 你有膽識有見識 你自然不會成功了 是不是 好了 我講完這些例子之後呢 其實就是要講 你作為香港的官員 相對於中央你下方 我是完全理解 我不會鼓勵你們去對抗 或者做烈士的 我從來不是這樣的 因為我尊重你的選擇 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你如何能夠平衡 一國和兩制之間的差異呢 好了 現在你說北京已經有既定政策了 哇 雷令風行 直接是高壓的 這樣 他覺得這樣才是穩定的 好 你要吃他飯 你要順應他那個政策 我都不怪 你不坐這個位置 有人坐的 我只不過是說 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你那個擦邊球的勇氣 技巧 這個如果你是能夠同時運用的話呢 你是可以真的為一國兩制做到貢獻的 很多人說 夫子你又奢望 那我只能夠說 如果這麼低的要求都做不到的 那你就當我奢望 你就當我是癡人說夢話 是吧 那我都不可奢望的 因為不是我們做嘛 我也都說 我都沒有這樣的能量 因為這些位置我們怎麼坐呢 這些飯我們吃不到的 是吧 好了 正因為這樣 我又舉了一些例子 這些是官場的例子 就是怎麼樣呢 回歸沒有多久 當時的政務司司長就是陳方安生 老實講 他回歸之後 民主派覺得他阻礙香港民主發展 但是在國內 又覺得他都是講英為神 要觀察一下 好了 於是發生了一些事情 大家記不記得 袁寧院國寶發賣 是在香港發賣的 那結果呢 就發賣了 那當時陳方安生的理據 理據呢 就說香港資本主義 一國兩制兩制容許之下 而且是一個經濟規律的 你中國 中資可以派人來鏡頭的 所以他照做 但是呢 內地和現實都覺得 你有傷害民族感情 傷害愛國感情 於是第一個要發賣 第二個呢 就找一個愛國商人 私下去買了 就看到我發賣了 但是呢 對方的民主不知道多開心 因為你自在必得嘛 就任人抬嫁了 是吧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摩擦 第二點呢 就是那個 另外一件事 法輪功 那陳方安生覺得 我們都限制法輪功那個存在 不過 不過 他都可以合法存在 是吧 所以呢 當時陳方安生 政府的場地不租給他 這個是他的姿態 但是他可以合法存在的 因為他可以註冊的 是吧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國內又覺得 你啊 你這樣的縱容外部勢力啊 這個差異在這裡 一般情況之下 大家呢 可以 談好 但是很多情況之下 如果上面已經是 側在一邊去想問題 的時候 你說呢 那你下面 你就是要好言相勸的嘛 你就是 你不可以好言相勸 你說他的文化 不過 過去都曾經試過 這個 據理力真的嘛 但是你說 方法是語言 你說是一個文化差異 我經常跟國內很多朋友說 你就是把它看成一個文化差異 你不要把它看成一個 暗中和中央對抗 我都說 回歸了之後 大家 你只要保持了官員 高官厚錄 誰不聽你之敵 以前港英政府都是這樣的 你就不要把每樣東西 都變成一個 就是說很得人害怕啊 說個個都是港英政府 潛伏下來的臥底啊 到曾蔭權就是這樣了 曾蔭權其實已經比陳方安生更聽話了 是吧 北京說 國民教育你一定要幫我推 曾蔭權想一下 好 答應 不過 又結合香港實際 所以呢 校本主義 學校有較大的自主程度 政府沒有教材的 或者真是沒有個文字分本的 那曾蔭權其實結立香港實際的嘛 他都知道你強行推 一定反彈的嘛 從這個角度來講呢 你說他真是有比較深的大國觀念啊 如果不是一次激起來 就是2012年 哇 國民教育獨立成科 就搞得很嚴重出來咯 是吧 到了最後 這個記憶取消啦 這個民意反彈其實是結合香港實際 絕對不是說揚奉陰違 誰知道曾蔭權就被視為揚奉陰違了 所以我說去到這一度的情況之下呢 新的班子啊 如何能夠既結合香港實際 又懂得利用你那個中央信任 中央是信任多少 什麼的層次背景之下信任 這個很複雜 我不講了 但是你作為香港的官員 你經常講雙效忠 我覺得沒有人否定的 是吧 但是你的雙效忠不要側在一邊 只是為官方效忠啊 是吧 只要你善用這些的方法 很簡單 有些說話技巧 你可以將香港和內地的利益 是講成一致的 而事實上很多是一致的 那你已經是可以有很多建議可以提出的了 第二 你可以儘量將香港那個傷害減到最低 尤其是你香港傷害減到最低的話 來講 反而外國政府更難利用香港 但是你將香港那些話不斷去搞到很緊張 就是外國掩著嘴來笑 這些是你香港官員 利用你那個位置可以多發揮平衡作用的 是吧 問題 敢不敢 願不願意 還是將烏沙帽放在第一位 這些才是重要的了 所以我經常講 如果我剛才講的那些 大家就是良好願望 反方而已 是車望來的 就當我是車望 但是我始終覺得 北京都應該放手 因為你現在經常講 由亂到自由自及興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你自己本身都應該鼓勵你的下臣 好似張藝謀那些電影 有一首歌 妹妹你大膽的往前走 妹妹你大膽的往前走 你應該去啦 北京怎麼會怕現在這些人造反的呢 是吧 那所以呢 香港的官員也都不要故步自封 是吧 那這些來講呢 就是今天的心底說話 希望大家呢 就是多一些思考啦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分享到這裡 下次節目時間 再見 拜拜